哈喽 马上要过新年啦 今天我来找赵阿姨 来她的neighbor's 这个咖啡店里 然后呢她还有卖花 我就想着插一盆冬春的小花篮 然后准备带回家可以装饰一下 因为马上要过年了 那很多人都说过年应该就是喜气洋洋的 基本上都会买的 以前都是大红袋子 对鲜艳的花朵 然后大红色的金色的那种 今天这阿姨给我挑的是这种粉色系的小青心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些有什么样的花 这个是百合花 这个百合还蛮新鲜的颜色 因为它有一点带粉有点带紫 这个是蝴蝶羊牡丹 这个羊牡丹给大家凑近看 它是有一点珠光的花瓣 很好看很高级的感觉 它就是有一种灵动的线条感 对 而且我觉得很素雅 但是呢 你有一点颜色 不会显得很暗淡 关键是这个珠光好漂亮 特别高级的感觉 它叫富贵橘 富贵牡丹橘 富贵牡丹橘 这个很时髦的复古色 嗯 好看好看 它又有一点紫 有一点粉 它有一点墨兰迪脏脏色系 然后还有什么没有说的 还有一个这个花 这个花 烟花菊 就很像过年放的烟花有没有 嗯 好看 接下来我们要开动了 我们先把百合拿出来 因为我们先固定一下煮花的位置 我稍微已经稍微打了一点底了 对对对 这个百合 太长了吧 太长了太长了 这个是百合 对这个是百合 然后把牡丹橘再剪短一点 因为其实叉花它讲中一个点线面的穿叉 然后要高低又多 又错了 再短一点 你这个已经高了 然后你这个可以在这个角 这个角落 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朵 主花也插上 我们先把三朵主花固定好 可以猜背面 怎么来判定这个是主花 就是开的比较大 快面比较大的 可以猜背面 就是我们就成三角构图 这个吗 这个角度 哦 这里啊 对 这样子就成一个三角形的构图 那接下来呢 这也是 我们用小橘来铺一下底 这样可以分布的比较散一点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插 对 各个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花 然后就插上你喜欢的蝴蝶羊牡丹吧 这样有点垂下来的感觉也对 有一种焦羞感 就是很春天 像我们可以留一只长一点的 到时候把它提高出来 给它戳出来 就是线条的一个提拉感 这个好好看 你这个角度好看 找得好 刚刚说有一只长的 你可以留长一点 我们可以给它有一个线条感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有一个高一点的吗 这也可以放在背面 没有照顾背面 对啊 后面也要看得到 好 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这个可以加点 这个也可以 加在侧面 因为我发现这正好是个渐变的效果 再加点其他花点缀 一起来看成品吧 听听赵阿姨的养护小tips 你可以给它用个细口糊 在花泥里浇一点水 对 就是每天要浇吗 不用不用两三天浇 两天浇一次就可以了 对对对 然后你走亲房 又没时间就放家里 对就放家里 你只要不对就空调 回来的时候想起来的时候 起发点水 对 你就不要对着空调出风口就好了 2023春来早 祝大家身体健康 健康最重要 然后来年大展红厨